婆媳矛盾持续恶化 凯特跟荷兰王后热聊 卡米拉直接被晾在一边 对于英国王室来讲 如何处理好温莎家族的内部矛盾 成为了重中之重的事情 俗话说家和万事兴 现在婆媳矛盾愈演愈烈 这件事让查尔斯国王很为难 加冕典礼上卡米拉王后想要独美 不让任何王室女眷佩戴王冠 其实是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 四年前的一场国际公务 让卡米拉备受冷卧 也被视为婆媳开战的导火索 卡米拉的情商很高 每次出席皇家公务的时候 都能够做到面面去的 事实上英国王室内部分化严重 卡米拉以小三的身份上位 注定无法得到大家的尊重 细心的读者已经发现 每次看公务照的时候 都是一副极乐融融的场景 但是只要深搭公务视频 就能够发现很多不合的细节 凯特王妃并没有表面上那么善解人意 事实证明王室成员们也是人 在镜头一直对着自己的时候 无法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四年前的一场国际公务上 西班牙王后和荷兰王妃一起亮相 卡米拉和凯特则负责接待 肢体语言专家朱迪詹姆斯认为 卡米拉直接被晾在一边 根本无法融入王室圈层 反倒是凯特王妃很受欢迎 全城都在跟荷兰王后热聊 地位远远超越了卡米拉 卡米拉是德国配位的代表人物 曾经花费了很长的时间 才让大众开始接受自己 每次亮相公务的时候 卡米拉都展现出自己顺从 甜美和善良的一面 就是想得到一些可怜的支持 但是朱迪詹姆斯却认为 卡米拉的内心充满了厌倦 甚至对王室成员们表现出敌意 这回亮相国际公务的时候 凯特王妃来了一个反客为主 直接抢走了卡米拉的风头 当各国王室女眷都聊得火热的时候 卡米拉王后直接被晾在一边 现场的气氛瞬间变得很尴尬 根本原因还是大家不认可卡米拉 甚至都不愿意跟她说话 反倒更加喜欢人美心善的凯特 伊丽莎白女王过世后 凯特和卡米拉的婆媳关系持续恶化 卡米拉直接摆出王后架子 对夏洛特公主指手画脚 这样的做法惹怒了凯特 婆媳矛盾还在持续恶化中 出席阵亡将是纪念日的时候 凯特和卡米拉即使同框 也全程都是零焦虑 显然卡米拉很焦虑 面对镜头的时候左步右盼 凯特王妃则低头莫挨 完全不理会对方 不得不感慨 凯特是个冰雪聪明的女人 每当有镜头扫过的时候 总是表达对卡米拉的关怀 但是等到镜头移走的时候 凯特立刻恢复了冷漠的表情 原来威尔士王妃也有两副面脉 纯语读者杰里米弗里曼认为 凯特的礼貌是做给大众看的 内心深处根本看不起卡米拉 虽然卡米拉是贵族出身 但是尚未手段无比龌龊 这样的女人即使当了王后 也无法做到以德夫人 事实证明卡米拉还是低人一头 王室女眷们心里都有一感称 直接忽视了她 根据英国媒体爆料 加冕典礼结束之后 没有一个人给卡米拉行屈膝里 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空头王后 凯特的做法虽然苛刻 但是却得到了大众一边倒的支持 甚至有人觉得干得漂亮 果然公道自在人心